美国股市星期四全面的收黑 道琼指数大跌将近了550点 创下疫情以来最糟糕的季度表现 根据过去的经验 9月份历来是美股跌幅最大的月份 星期四市场因为担忧疫情跟通膨 加上华谱预算争论 四大主数收盘全面下挫 道琼指数下跌了546点 跌幅是1.59% 整个9月的跌幅更高达4.3% 而标普500指数的9月跌幅 也来到了4.8% 双双创下2011年以来最惨的9月表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